我要拳杖 给你 我要王冠 给你 我要滑板车 给你 小雪 你为什么背对着大家 这样多不礼貌 老师 我只是 你不用说了 我不想听 以后别这样了 我知道了 竟然还背对着我 小雪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老师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这还差不多了 看来 得想别的办法了 天井好热呀 小雪姐姐 帮我买个冰淇淋吧 好 我也买一个 好 我现在就去 奇怪 小雪姐姐为什么要倒立呀 小雪 帮我写语文作业 帮我写数决作业 还有我的英语作业 可是 小雪姐姐 你最好了 快帮帮我们吧 好 我帮你们写 小辈大宝熊妹 你们的作业不合格 再给我抄写二十遍 小雪 都怪你 这二十遍 你帮我们抄吧 我写 我写 什么时候能写完呀 小雪 你怎么能这样写作业 学习态度也太不认真了 马上给我下来 老师 对不起 小辈熊妹大宝 小雪 你竟然帮同学写作业 这是太过分了 我要给你们妈妈打电话 老师 不要 老师 是小雪主动提出帮我们写作业的 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 是这样吗 没错 又是这样 你们怎么能这样 老师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我知道 哼 还想骗我 小辈熊妹大宝 作业加倍 抄不完 不许回家 好吧 小雪 你可是好学生 老师最信任你了 你怎么能替大家写作业呢 什么 小雪 你既然替大家写作业 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 妈妈 不是这样的 别狡辩了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不相信我 眼见老师王后 小雪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小雪 你快说吧 我 我不敢 小雪 你要做个勇敢的孩子 心里怎么想的 快告诉他们吧 我说 我之前道理和面对大家 其实是在练习怎么拒绝别人 可是 不管怎么练 就是说不出拒绝的话 其实我真的不想替大家写作业 原来是这样 小雪 对不起 是老师错怪你了 小雪 是妈妈错了 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孩子 小雪 对不起 小雪 我们不应该强迫你 你就原谅我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不要原谅他们呢 觉得要的 就反送55 觉得不要的 就反送666告诉我吧 我听你们的 警报警报发现卧底 什么 你们之中竟然有卧底 是谁假扮了美人鱼 肯定不是我 我的是真尾巴 大宝 你这么着急否认 我看 你就是卧底 你们别吵了 我这里有一杯魔法饮料 喝下去 假的尾巴就会消失 我先喝 我的尾巴没有消失 我不是卧底 我也喝 我的尾巴还在 我也不是卧底 小雪熊妹 你们也快喝吧 我喝 尾巴 ello 我 页就老师 我不能喝 小雪 看来你就是卧底 我这就把卧底小雪关起来 我真的不是卧底 警报警报 发现卧底 什么 怎么还有一个卧底 难道我们误会小雪了 其实我才是卧底 刚刚的饮料我偷偷大点了 根本没喝 我要破坏海底环境 小朋友们 可不许发送一一一告诉他们 小朋友们都在发送一一一 好啊 原来熊妹才是卧底 快离开大海 天然被发现了 我们误会小雪了 眼镜老师快放了小雪吧 不行不能放了她 眼镜老师好奇怪啊 大宝我们去找小雪吧 小雪 你真的不是卧底吗 小白大宝真的不是我 我用假尾巴 是因为昨晚有人偷走了我的尾巴 小白 我们帮小雪找尾巴吧 这样眼镜老师就会消息小雪了 好 哎呀魔王 你不是海底世界的人 你的鱼尾巴是哪来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 黑眼魔王 你那么笨怎么会自己做尾巴 大宝 你说什么 我现在就给你们做一个 看来真的不是黑眼魔王 我们再去问问别人吧 艾尚你也不是海底世界的人 你的鱼尾巴是哪来的 小贝儿别胡说 我就是海底世界的人 通关王国的逃犯终于抓住你了 竟然还假扮成海底世界的人 看来这就是小雪的尾巴 我们快去找小雪 小雪这是你的尾巴吗 是我的 小贝大宝谢谢你们 我们快走吧 不行 小雪就是卧底 不能离开 你们帮他 难道你们也是卧底 我们不是啊 我发点亮 除了我和熊梅 眼镜老师也没喝 难道眼镜老师也是卧底 其实 我也是卧底 只要把他们都关起来 海底世界就是我的了 小朋友们 都不许发自立了告诉小雪 三二一停 打不打 打 打几下 两下 黑暗魔王 对不起 算了你们也不是故意的 游戏继续 三二一停 打不打 打打几下 打五下 打打打打打打 我的头 大宝你是故意的吧 我没有 我戴着眼罩 怎么知道轮到你了 最好是这样 其实我就是故意的 小朋友们 你们可别发疏色的才告诉黑暗魔王呀 三二一停 打不打 打 大宝 这次跟黑暗魔王说了 算了 就让给大宝吧 那好吧 大宝 打几下 打十下 我打 为什么手上能走近我 大宝 你怎么把我的偷使眼罩拿走了 我戴 我的眼罩 大宝 原来你真的作弊了 大宝 你怎么能这样 这是太过分了 大宝 快想黑暗魔王道气 凭什么 规则又没说不能使用道具 大宝 你太过分了 我也要让你尝尝被打的刺猬 三二一停 打几下 打五下 我打 继续 打几下 打十下 我打 再来 打几下 打二十下 你确定 我确定 大宝 这次肯定轮到你了吧 准备迎接正义的铁拳吧 我打 怎么又是我 西娜 西娜 你的锤子是不是有问题 怎么每次都是我被打 大宝 你确定 我检查过了 锤子没有问题 什么 那我也太倒霉了吧 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 还是别玩了 黑暗魔王 小朋友们 你们说该怎么选呢 选择打的 发送七七七 选择不打的 发送八八八告诉我 我听你们的 我急 我出生了 我再急 我也出生了 我还要急 我也出生了 妈妈妈 太好了 你们以后就是我的牙膏宝宝了 妈妈 那是什么 是童话王国最美公主评选开始了 妈妈这么漂亮 一定会赢得比赛 可是这上面说 公主要带金色皇冠 穿红色公主裙和蓝色水晶鞋 这些我都没有 这有什么难道 我们来帮你 我用黄色给妈妈做皇冠 那我用红色花瓣 给妈妈做公主裙 这也太好看了 那我就用蓝色 给妈妈做水晶鞋 太好看了 谢谢你们 我可以去参加最美公主评选了 妈妈 我们陪你一起去 喜欢我 就把小红星送给我吧 开始投票 黑暗魔王一家都被我收买了 最美公主一定是我 我想二家 怎么没有人看我小红星 我妈妈才是最好看的 我们都投给妈妈 可恶 你们敢不选我 我要把你们都变成猪头 不要 不要 不要伤害我的眼睛宝宝 精灵之力 快住手爱上 我宣布 童话王国最美公主是 小雪 都是三个小红星 凭什么选小雪 因为小雪善良 她勇敢的保护了牙膏宝宝 我不服 简直太去服狐狸了 我不相信你们 我要让小朋友们来选 小朋友们觉得 艾莎和小雪 谁是最美公主呢 觉得是小雪的 扣一一一 觉得是艾莎的 扣二二二 快告诉我吧 熊妹观看十集小马宝丽 奖励十包薯片 谢谢老师 小贝观看五十集小猪佩奇 奖励五十串烧烤 谢谢老师 大宝观看一百集奥特曼 奖励一百包辣条 谢谢老师 小雪 一集动画片也没看吧 你写一百张卷子 什么 怎么会作用 小雪 现在观看的视频数量越多 越能换到好东西 我现在就回家看动画片 我今天 一定要看一百集动画片 哎 我们家小雪真努力 妈妈就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妈妈 习惯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妈妈 我饿了 小雪 等妈妈看完这集电视剧 就给你做饭 好吧 是我用黑魔法改变了鬼子 这样大家不停的看动画片 就都会变成近视眼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许告诉小雪 我怎么睡着了 我怎么才看了一集 这可怎么办啊 早贝熊妹一百集叶罗莉 奖励一百包薯片 大宝一百集奥特曼 奖励一百包奥特曼卡片 太好了 小雪 你怎么只看了一集 真是太不认真了 把你写一千字检讨 小雪 让我们来帮你吧 小雪 你看吧 我和大宝一起监督你 小雪 你怎么不开贝速啊 大宝 贝速是什么 贝速可以让视频播放速度变快 你用现在的速度肯定看不了几集 好吧 贝速 我开 小贝大宝 这速度也太快了 我听不清王猫和言诺里说话了 小雪 小雪没关系 书量更重要 你已经看了五十集了 真是太好了 看 看动画片 看 看电视剧 我的眼睛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 哎呦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 等死我了 大侠这是怎么了 青灵仙子 我们在看动画片 看得越多越好 青灵仙子 我看不见了 快帮帮我 青灵之力 小贝小雪 你们的眼睛是受到了黑魔法的影响 真相知见 是艾莎修改了童话世界的规则 又是艾莎这个坏人 我现在就去抓住他 小朋友们 看来一直看手机并不好 大家一定不要学我嘛 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